哈喽大家好,我就是专门讲解各种嘿嘿嘿啪啪啪啊啊啊啊光能电影的影色 帅的吊渣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走进黑暗的第四集 新年新气象 女主角小红跟小胖小黑倩倩仨本是学生时期的闺蜜 但这人进了社会难免会产生阶级差异 四姐妹中的倩倩成了一个网红 做健康的节目,作用无数粉丝 跟小李的都成朋友了 再看其他仨仨呢,还是小了外星 而且小红似乎还因为什么事故 脸上落下了一道把,成天闷闷不乐的 每次看到倩倩的节目就白抽恋 新年前夜,四姐妹再次聚到小红家老宅 这也是小红破相后头盔回来 一开始大家还不确定倩倩会不会来 因为给她发邮件约她的时候 人家回得特别官方 还说让他们发给她助力 不过这女的妆力痛笔最后还是来了 几个姐妹聚在一起聊天 倩得知小黑出柜了 立马说要录段视频,谈那各自的新年愿望 可小黑刚说了几句,他就立马打断了她 表示只让她说感情生活 明白了,倩倩只不过是想通过 表现自个尊重同志群体来吸份 说白了就有点利用小黑 几个人都说完了 就小红压根不想配合倩倩 后来还激眼把她手机甩了 不过,俩人表面上还是很快重归于好 四人又坐到一起 开始玩那个经典游戏 我从来没有 玩了一轮又一轮 小胖突然出了个劲爆的题 我从来没有跟名人鼓勃掌 明摆着就是八卦倩倩的 结果倩倩还真跟名人鼓勃掌 不过因为倩倩的保密协议 吵架似的 倩倩无奈 也只好描述了一下 谁料小红听后当机表示 你等会儿我捋一捋啊 你是说你坐飞机去了她的岛上 然后送了一块 你这不就是小鸡鸡吗 然后她又接着出提到 我从来没有逼死过一个无辜的女孩 倩倩脸色当场变了 沉寂了几秒 起身要走 小红立马追了上去 你该喝酒了 然后推倒倩倩 哗哗往她脸上倒酒 边刀边骂着 你承认吧 就是你折磨Kelsey 把她逼跳楼的 随即 新年的钟声敲响 小红一声令下 小胖小黑纷纷气神 把倩倩绑了起来 原来 倩倩当年靠着一张嘴 到处霸凌别人 嘲笑小胖肥 还骂小黑死同志 甚至还把他们的另一个朋友 Kelsey霸凌到了自杀 结果现在摇神已变 她居然成了个 传播正能量的网红 这他们太可笑了吧 于是 小红撒尔决定摆一道鸿门烟 引倩倩入局 他们把倩倩绑在了椅子上 想录视频 逼她承认当年的事 结果倩倩却把责任 推得一干二净 把自己描述成了一个 没有及时阻止 他人霸凌的旁观者 把小红气完了 拿来碎玻璃 开始搁倩倩头粉 祸祸他 这一下把小黑 整得不太得劲了 他觉得尺度有点大了 简单教育他一下得了呗 于是 小红便追过去劝小黑 然而倩倩这边 也对留守的小胖 发动了嘴盾 一顿洗脑 你脸上那道疤 可不是我留给你的 是Kelsey留给你的 说罢便翻身而起 打晕小红 把他跟小黑 全锁到了蒸汽房里 打算闷死他俩 并伪装成意外 小胖本来 还有点不想杀他俩 可倩倩的洗脑能力 实在太强 愣把他给说动了 可结果 小黑他俩集中生枝 用酒瓶砸碎了玻璃 逃了出来 倩倩二人赶紧踢刀追杀 很快 小胖找到了小黑 小黑还试图劝他 咱们回到以前的生活 不好吗 可能不说这话还好呢 一说小胖立马鸡压了 我的生活烂透了 我才不回去呢 他鸡脑的推了小黑一把 谁要一个寸劲 小黑装台子上了 直接磕死了 欠欠得之后 却夸了小胖 干得好啊 你总算知道为自己活了 随后 俩人准备干掉小红 可这时 小黑他对家恋爱不上他 居然找来了 于是 倩倩便让小胖 把他放进来整死了 并打算伪装成是 小黑他俩到分手 一个被推出窗外 坠落泳池 完成双沙后 小红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很快冷静了下来 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之后 他把一切都推到了 小黑他对象身上 说是倩倩劝小黑 他值得更好的 然后他对象吃醋了 大开杀劲 而小红还凭借这个故事 取代了倩倩的位置 成为了新的健康网红 这也让人不得不怀疑 他一开始的动机 打着唯有报酬的旗号 可实际上 不过是因为自己的忌妒吧 片段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你以为最强的技能是嘴盾吗 不 其实是主角光环 记得给大家关注 我是尤瑟 See you